大家好 各位 昨天看了一篇内容 那篇内容就是说 Cyrus是一个很有经验的SEO专家 他研究了几十个网站 都是一些叫做Informational Site 发现有很多Informational Site 他们做SEO的优化做得不错 反而会令Google不喜欢他们 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证据 虽然它的Sampling Size不够大 但我发现其中一件事挺有趣 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内容目录 它的意思就是有了内容目录之后 其实有SEO没有特别好特别差 内容目录是什么呢 如果用WordPress的话 它会把这些不同的细标题 就会变成H2 H3 这些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会看到有H2 H3 正常来说 就是当我的Mouse一按下去 这个譬如结构化数据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滑下去那个段落 之前一直都有很多叫做 Best Practice 就有说到 当它能够有一个这样的Anchor Text 走下去的时候 就会令到Google 即使用者会喜欢方便 令到Google会知道哪一段 是关于哪一个细标提示 是有帮助的 对SEO 好了 但是呢 当我早前看一些内容的时候 我发现 为什么这个报告会说 有这个Table of Content 未必能帮到SEO 我找了一些原因 但是首先讲一讲就是 这里有两个LINK 第一条上面这个LINK 就是正常我刚才那一页 内容的那个连结 OK 好了 下面这个 写着井 4 这些东西 就是 当我的网页 有这个目录的时候 那就会有分1,2,3,4,5,6,6 那它就会呢 割了几页 但是正常来说呢 我们通常 就是SEO 有一样叫做Canonical 有一个Syntax 那Canonical的意思呢 就是 就算有 这一页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都好 那原创 最主要的那一页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我指 就是这一条第一条LINK 下面这些呢 不应该在Google里面 会Rank到这些内容的 应该要Rank 是Rank第一条LINK 如果不是呢 就等于我create了很多页的内容 变成Dubicate content的情况 那Google不喜欢的嘛 所以应该Google就Rank一条LINK 好了 那这个就是那个前车说出了 那现在呢 就给大家看几个Screenshot 那我怎样去查呢 就是这个我自己的Web site 这个Search Console的Data 那我要做什么呢 就是首先 我就会看回对上一年的SEO traffic 然后呢 我就会将那个Enquiry 放井下去了 好了 当我放井下去的时候 就是代表了 我那个 不是Enquiry 那个Page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Page 那个连结嘛 就是如果那个连结里面 有井代表什么呢 有井就是代表它Rank了一些 是Table of content里面的内容 就不是 就是没有做到Canonical那件事 就是这个 这一条片呢 可能有少少技巧 但是你会看到呢 就是说 Google的Canonical的系统呢 原来之前应该是坏坏的 那你看到呢 它竟然Rank了我那些Table of content的页面 那有几十万个impression 好了 那什么时候没有呢 由三月中开始呢 就开始没有了这些东西了 好 那你说这个 拉下去给大家看一下 那些link是什么呢 那你就会看到呢 刚才我提到的那些东西了 就是井什么井什么 就是那一页的内容里面 如果有Table of content 那它就会出现这些井什么井什么的东西了 好了 那你说 喂 会不会是这么巧 我自己一个web site是这样啊 我黑仔啊 好了 我给多几个例子你看 这个是另一个例子 那我就 就是 block了那个domain 这个不是我的domain 那你看到呢 它这个例子呢 也是很接近的 又是三月几的时候呢 但是呢 它开始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三月几之前呢 原来呢 Google是对Table of content呢 那个Canonical的系统是出了错 那所以你会看到出 你说这些流量少而已 我说比我多流量一点的 你看 你会看到呢 这个网呢 它去到三月几的时候 它没有停到 不但现在继续发生着 这个问题 那就是呢 这个Table of content create了很多不同的连结出来 正常来说呢 我们理解的Google呢 就是 它没有理由 将这些Table of content的东西 摘在Google那里去搜寻 那我就变成了一篇内容 爆了几篇内容 那就是ubicate content Google一定不喜欢的嘛 那现实就是 有些网站呢 Google已经 fixed了 有些网站呢 仍然在发生着 而仍然在发生着的情况呢 是会令到你那个SEO变差了的 那原因就是 因为你有几篇 直接一模一样的内容 是Rank同一堆的关键字 那Google很confuse 究竟你想哪篇的内容Rank到呢 那但是问题是 我们由头到尾都只想Rank一篇 不过Google呢 就Rank错了我们其他那些 因为我们设定了Table of content 那所以现在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如果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你可以去你的Google Search Console那里 那里 跟着呢 你看回对上一连 然后呢 你在这里选Page 选URL contain 这个 这个 整好 这个做法 那当你选了这个整好的做法 如果都出到一些 的link好像我那样呢 这个画面那样呢 就是代表原来你都会受到canonical所害啊 那如果已经过了了就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说继续持续发生着呢 那我建议你可能要试一试呢 就是将你的Table of content 那个part in 先收起来 因为Google对于你的网站 Table of content 那个系统呢 它出了错 还没解决到的 但是你说不是啊 我已经看了了 好像我那个网页现在这样 就是去到三月多呢 已经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没问题了 你可以继续持续 用你的Table of content 那如果你试了之后呢 你都发现继续持续着呢 可不可以都落个comment 告诉我 因为我想搜集多一些的资讯 看看究竟其实 现在是不是还在影响很多人呢 还是只不过有个别的网站会影响到呢 那另外如果都喜欢看AI片 Digital Marketing的影片 可以继续看我的频道啊